老师又下载到手上 打开之后的确有很多春秋战果时候 应该是汉代的时候丢失的一些古文字 然后重新再把它编组成专书 云字呢它就长这样 一看就知道一个云彩的一个形 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国字呢 这个造型挺像的 那我就特别呢找到了它的对应 就是它是云彩没有错 那么第一个短恒呢是代表天 天上 然后第二个短恒呢代表了这个云的横移 就是云移动不是上下一动 是横向的移动 所以才会有第二个横 这样听懂吗 规则听懂啊 就第一个短恒是天 第二个短恒呢是代表云的移动的方位 方向 所以是这个横向的移动 底下的这个形状呢是代表云朵 应该很容易懂啊 代表云朵 然后我查了一下 它说没有什么反应词 因为这个云蛮中性的啊 它没有什么反应词 成语都是有一些啦 我们找到了有波云见日 然后云淡风轻听过吧 就是说事情呢已经过了 过眼云烟是不是 蛮多了啊 很多事情啊 不用看在意 这个在意的当下呢 过了之后就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 再过眼云烟 这就是大概云 然后呢 老师的讲义里面呢 有特别的抓出几个重要的一些 我感觉就是它之间的差异 你有注意到吗 在小转之后 它上面多加了语布 就是小转为了要 应该说要分化 让这个字的使用更宽广 它就把这个云彩这个词呢 借用去给另外一个使用 叫当说话 就是以前这个云呢 就是当做说话 然后加个语之后呢 就才当做你现在的云 云彩的形状的这个指示 所以云这个字呢 应该算是一个 会议间形状字 云这个 加云这个字 我们可以把它列为 就是说 以这个字来讲 它是相形状 以这个字来讲呢 它是 会议间形状 它不只是形状 它应该有感受到 这个 比方说我们这场理解的时候 云跟雨其实是有关联的 当我们碰到 云层很厚的时候 它里头其实就是水气很旺 然后水气达到一个饱和点的时候 它就会下雨 不是吗 所以云跟云是有关联性的 这样 然后 我们常用到的成语 波云见日 大汗云泥 就渴望呢 赶快解除困境 我们现在的新冠 大概这个感觉 云淡风静多眼一眼 这个就是老师现在 对这个字大概的解释 第三个呢 是毒 这个毒我们 我们下了